李作鹏回忆录 第四篇 追寇南下 第21章 岳桂边围歼战 1.桂系孤军以四面楚歌 1949年10月下旬,陈庚兵团终于自澳阳江地区把刘安琪兵团四个军全部歼灭,共歼敌三万余人,并交付新惠、台山、开平、恩平、阳江等县城。 至此广东除了海南岛、雷州半岛、万山群岛及其他若干滨海地区之外,全省宣告解放。 广东大步解放后,摆在南晋大军道路上的敌人,主要是盘踞在广西老巢的白重席匪邦。 当时白重席指挥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残部尚有十万余人。 包括张干、徐启明、鲁道远、黄杰、刘家树等五个兵团十二个军。 横宝战役之后,跪系残部边纷纷回窜层盘踞二十余年的广西老窝。 据传这个白重席存在两个幻想,一是保存实力。 撤回广西,实在不行就放弃城市。 利用境内山川连绵,河流交错上山当土匪。 待机东山再起,二是退回广西后与帝国主义勾结。 争取美元,赋予抗击解放军的进攻。 必要时逃入云南或海南岛固守。 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所谓新的变化,再乘机卷土重来。 因此进军广西,打掉白重洗看家老本,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白匪是目前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主力是胡宗南残部。 如将其全歼,可以解放广西1500万人口。 不仅为进军云贵及配合歼灭胡宗南残部。 解放大西南创造有利条件,而且也为解放海南岛铺平了道路。 相悦大劫之后,紧接着我第二野战军主力展开解放大西南的作战。 一路直入贵州,解放贵阳,一路打进四川直逼重庆。 对我们解放广西,并在广西境内全歼白重洗残佈,造成极为有利形式。 贵系军阀本来只是国民党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等角色。 但在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被监之后,却成了反动派所幻想反攻倒算的救命菩萨。 贵系部队与我主力部队接触较少。 自傲横保战役虽遭打击,但尚保存一部分比较完整的军事力量。 他们利用封建地域观念和欺骗麻醉相结合,形成一种骄横凶丸的气质。 特别在广西老巢,有二十余年反动统治经验。 实行所谓自治、自卫、自交的三自政策,此时又面临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因此我们反复教育部队,要正确估计和谨慎对待全歼白重洗残佈的作战。 这可能是一次比较激烈的战役,绝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又要看到,敌人是败军、残军、逃军,是陷于四面楚歌的孤军。 只要我们发挥英勇顽强、灵活激动。 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的战斗精神,就能够胜利地完成这次战役任务。 白重洗集团共有残缺不全的五个兵团。 十二个军、三十个师、约十五万人。 连同从广东逃至岳桂边的于汉谋残部四个军。 总兵力也不超过二十万人,另有地方部队数万人。 其防御部署如下,第一兵团、黄杰兵团、三个军及第十兵团、徐启明兵团、一个军。 在香桂陆泉州至桂林地区部防、第十七兵团、刘家树兵团、两个军位于锦平。 通道地区、第十一兵团、鲁道远兵团、两个军位于龙虎关。 利浦地区、第三兵团、张干兵团、三个军及第十兵团、一个军位于位于桂林至吴州地区,于汉谋残部在雷州半岛地区。 二、向广西进军。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大迂回。 大包围,先关门。 后围歼的战略方针,将白重洗残部全监于广西境内。 林彪律四野指挥所有武汉禁制衡阳。 亲临前线指挥,决心以西、中、南三路大军对敌展开战略包围。 首先切断敌人退云南、退海南岛的后路。 11月上旬,我军主力分三路大军向广西进发。 以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两个军为西路军。 先歼灭通道,敬献之敌。 而后迂回河池、白色、断敌入滇退路,以第四兵团第十三。 第十四、第十五三个军为南路军。 插向博白,玉林地区,断敌向海南岛退路,以第十二兵团第四十。 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三个军为北路军,由香桂路南下。 白重袭匪邦一方面实行残酷的空式青野和大肆破坏铁路公路。 交通桥梁,妄图组织我军前进,一方面以七个军阻击我军于贵北地区。 以力气主力五个军迅速收缩集结于贵南。 玉林地区,决心发起南线攻势。 打通雷州半岛的出路,准备窜到海南岛等待美元。 因此白重袭特令张干兵团三个军,向陆川、连江方向篡泛。 鲁道元兵团两个军向信仪方向篡泛。 同时越军于汉谋令退去雷州半岛及河浦。 北海地区之审发早兵团向连江方向前进侧应。 为了击破白重袭的南线攻势。 林彪决心歼灭张干、鲁道元两兵团于越贵边地区。 电令第四兵团兼程西进至茂名。 连江地区,控制有力地形,坚决阻击敌人南窜。 为了加强南线堵击力量,令我四十三军立即停止在广东剿匪。 令西陆军第十三兵团三十九军改向柳州方向极近。 令北陆军南下吴州、荣县,配合南线作战。 11月13日晚九时,林彪。 谭政,萧克首长殿令我四十三军。 一、白匪主力有可能向雷州半岛逃窜。 二、为协助四兵团对付敌支向南突进。 拟军三个师全部,应速向罗定一带前进。 一小时后,总部又电令,争取明日出动致迟十五日出发。 当时我军的各师军在越北。 越中展开剿匪行动,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执行原来任务。 迅速向指定地点集结,一边集结一边乘车,乘船或徒步快速向信仪,罗定方向开进。 军职指挥机关在佛山进行了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的紧急准备。 我与军政委张驰铭,副军长龙淑金。 副政委袁克福,参谋长黄一平。 政治部主任谢福民,分工负责进行政治动员和具体组织准备工作。 布置军侦察部门迅速搜集整理有关敌军情报。 军作战部门迅速制定部队开进计划。 军通讯部门迅速规定新的通信联络办法。 军政治机关发出战役动员指示和战区群众工作指示。 后勤机关制定战役攻击和卫生工作指示。 等等。 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以后,部队按时于11月15日开始分别游广州。 越北、越中出发,向信仪、罗定方向前进。 军指挥所11月20日乘火轮沿西江溺水而上。 自澳德庆登陆,于23日赶到罗定、信仪之间的贵子虚附近。 各部队均按计划先后到达信仪。 罗定之间嘉义虚、贵子虚、白石虚、池铜虚、淮香虚地区集结完毕。 11月22日总部指示,为诱敌深入东岸信仪附近。 43军各师应稍向东移,并指定127师在唐底屋,陆差平一带隐蔽。 128师在分界区,石龙寨一地也隐蔽。 129师在石头堂街,龙岩寨一带隐蔽。 但我们研究将云开山脉有利地形均让给敌人,对我甚为不利。 因此只做了小的调整。 月桂边界的云开山脉,以山顶为界。 西面属广西,东面属广东。 山脉为南北走向,山石为宜。 风鸾连绵起伏,把海高度千米左右,山坡比较平缓,多灌木丛林,也有林寻乱石。 当时情况是,主要制高点已为我军控制,少数地方为敌人控制。 敌人飞机已发现我军集结。 自晨到傍晚,敌机分批轮流低空侦察轰炸扫射。 南面远方炮声依稀可闻,当面敌人鲁道远兵团司令部已敌北流。 敌58军两个师进道荣县,北流以东,桥头铺地区。 3,击溃鲁道远兵团。 11月22日10时,林彪。 谭政,萧克首长向43军发出歼灭鲁道远。 张干,于汉谋部的动员令,敌于明臣开始自荣县。 玉林支县向信仪,茂名。 划县,连江支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与滨海并城市拼死向南突围。 张干兵团主攻划县,茂名,鲁道远兵团主攻信仪。 桂系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不可轻视。 敌人此次行动是他的生死斗争,必然决心死拼。 敌县所集中兵力的数目与我军目前所能参战部队的数目相差不远。 我军多敌无几。 我军决心首先以主力歼灭向信仪前进之路道远兵团,然后再歼灭张干兵团。 此为待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 各部需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 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沿界轻敌松懈。 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 台湾与云南皆属异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耳后作战增加困难。 故我全体指战员需奋勇作战。 各级指挥员由需严密细心组织战斗。 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5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11月25日,总部又集电命令我们43军准备向鲁道远兵团突然出击。 从侧后打鸡鲁、张两兵团。 我命令指挥所当即将总部指示电告各师首长。 并在云开山脉至高点勘察地形、观察敌情。 当时天气晴朗、风轻云淡。 向西俯看,视野辽阔,望远镜里模模糊糊可以看到北流。 溶陷地区,并观察到敌人在云开山脉西侧构筑的数处攻势。 均为土木结构的野战火力掩体。 估计其已展开的兵力为一个团,在山脉西路离村地区集结约两个团。 根据地形和敌情判断,经过大家认真研究。 我最后确定出击部署,三个师同时展开一个梯队,并肩攻坚鲁道员兵团。 127师为中央梯队,128师为左路梯队。 129师为右路梯队,居高临下,由东向西突然发起进攻。 击破当面敌人抵抗后,128师快速向北流。 玉林之间地区前进,分割切断鲁道员兵团与张干兵团的联系,127师指导北流。 攻坚鲁道员指挥机关,129师首先攻取溶线。 切断敌人向北退路,然后向南汇攻北流。 攻击开始的时间拟定为,右路梯队应于27日黄昏后出发,敌机返回后。 利用夜间隐蔽,攻击前进,力求迅速占领溶线。 中央梯队和左路梯队,均于28日凌晨5师开始进攻。 这个作战计划的特点是,选择敌人侧后开刀。 大家考虑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 一致认为敌人是败军、逃军,我们是长胜之师,是士气旺盛,作战经验丰富的主力部队。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居高临下。 是从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鲁道员兵团开刀。 而敌人主力张干兵团已被我第四兵团牵制拖住。 处于顾头不能顾尾的状况。 因此只要我们勇敢大胆。 快速进攻,就可能出敌意料之外,而获得成功。 27日下午,各部队隐蔽调整进攻部署。 下达战斗命令,进行临战动员,完成进攻的具体组织和准备工作。 黄昏,129师则暗计划首先隐蔽出动。 28日晨,雾腾腾,弥漫漫。 中央梯队支127师和左路梯队支128师。 按时与敌人一线部队打响。 我军突然发起全线进攻。 一开始敌人还抵抗,但不久。 敌人抵不住我军的猛烈攻击,越来越混乱,形成溃退,向西逃窜。 127师歼灭正面防御之敌人,129师攻克溶陷。 歼敌一个团,伏敌4300人。 此时,敌11兵团司令鲁道员惊慌不已。 立即令其副司令胡若鱼律58军一个师赶来增援。 行进到杨梅须附近与我129师遭遇。 一举将其击溃,胡若鱼也在战斗中被我击毙。 由于作战部队急于赶路,江湖的尸体放在担架上。 仰卧在大道旁边,呆收容队掩埋。 129师前锋部队写了一张字条 十一兵团副司令胡若鱼被我击毙于此。 用石块压在其胸前。 后续部队路过此地,看到敌指挥官被击毙。 更激发了追上去歼灭敌人的斗志。 不投降就让他如此下场。 战斗被击毙的还有第58军参谋长城学武。 第226师师长王少才等高级军官。 我们的部队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 像山崩一样势不可挡, 游东向西猛打猛追。 右路梯队129师于28日下午占领荣线后。 继续向北流攻击,于当晚占领北流。 将敌兵团司令部集齐58军和125军主力击溃, 兼敌5000余人。 敌人做梦也未想到, 我军如此大胆冒险。 如此迅速勇敢, 从敌人侧后杀过来, 将敌人纵身朝穴冲得鸡飞狗跳, 落荒而逃。 四、围歼张干兵团。 我们军指挥所到达北流附近后。 及时将战况和初步战果报告四野总部。 很快收到林彪紧急复电说, 你们将鲁道远兵团主力击溃。 占领荣线北流, 是此次岳贵边战役的良好开端。 望再接再厉, 准备向张干兵团进攻, 争取更大胜利。 29日各部继续扫清北流地区残余敌人。 128师未经大的血战, 解放御林, 兼敌两个团。 我127师于安民铺兼敌156师师部及两个团。 伏敌4000余人, 兵团司令鲁道远之身化妆逃跑。 战场形势对我非常有利。 我们遵照林彪, 谭正。 肖克首长30日一时电令。 于30日晨午时全军转头。 由北而南乘胜猛打穷追, 在伯白地区围歼张干兵团。 我们明知御林地区上有部分溃散敌人没有肃清。 乃决心置之不顾, 绝不被敌人所牵制而拖延时间。 现在正是南方的深秋天气。 部队沿着北流, 博白公路及其两侧乡村道路, 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极进。 30日下午, 127师获悉情报。 第第三兵团张干的指挥所在博白城。 即刻组织前卫379团向博白寄进。 同时128师遇到一位从博白逃出来的老师。 告诉我们, 张干还在博白城内。 我当即命令先头部队128师282团和127师379团并肩奔袭博白。 于30日晚, 以神兵天降。 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 突然包围博白。 127师从城北门攻城。 128师从城东门攻城。 2020组织强攻, 各师突入城内。 将张干的兵团指挥部包围。 经半小时机战将其警卫部队歼灭。 从床底下把兵团司令张干拉出来, 活捉。 后续部队均于扶小前先后赶到博白附近与敌展开激战。 当我们军指挥所30日深夜。 在御林看到128师十万火急爆劫电爆后, 大家兴奋极了。 现在敌人第三兵团脑袋砍掉了, 成为无头苍蝇, 天明后可能有场混战。 军领导共同商定, 军指挥所立即由御林出发赶到博白附近 进行战场指挥。 正当我们将要出发时, 接到林彪万万火急电爆。 主要内容是, 128师已解放博白。 歼灭敌人第三兵团司令部。 活捉兵团司令张干, 这是一个重大胜利。 你们应全力以赴, 维艰博白附近张干兵团的战斗部队, 协同第四兵团作战。 总部已特别注意同你们各式保持电台联系。 你们当前主要任务是实行战场指挥。 由于我们到达御林时局向四野总部发了一个电报, 说明我们各师已昼夜向博白附近。 维艰张干兵团, 我们同各师已形成我停笔走。 笔停我走状态, 无法保证正常电台联系, 请总部直接指挥各师向博白附近。 因此, 总部已特别注意同你们各式保持电台联系。 正是对我们电报的答复。 这样的指挥方式, 再一次体现了林彪的作战艺术, 在大兵团运动战中, 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指挥。 在整个的战役过程中, 随着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抓住战机, 总部经常能用最迅速的越级指挥的办法 直接指挥道师的行动。 以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 我们军级领导, 已经熟悉默契林总的这种越级指挥方式。 早在东北战场, 三下江南战役中。 总部为争取时间, 就跨过纵队, 直接指挥师的行动, 取得很好的战争效果。 战役结束后, 逃住在广州告诉我。 当林彪看到你们解放博白, 活捉张干电报时, 高兴地跳起来。 连声称赞四十三军是一支既能攻坚, 又能打运动战的部队。 顺便说一句。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一次毛主席接见外宾时, 林彪、 周恩来和我在座。 在客人未到前, 毛主席谈起解放军不怕苦。 不怕死的作风时, 林彪插话, 军队尤其要提倡这种作风。 辽沈战役时, 四十三军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 把廖耀乡向沈阳的退路堵住了, 经过一场恶战, 廖耀乡兵团全军覆灭。 广西战役时, 又是这个军。 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 突然袭击了博白城。 捉到兵团司令张干, 经过一场恶战, 张干兵团全军覆灭。 毛主席问, 谁是当时军长? 林彪指着我答, 就是他, 李作鹏。 毛主席转头看看我, 又点点头。 话归正题。 我们军指挥所到达博白附近时。 已是十二月一日晨六时。 博白城郊战斗移处结束阶段, 烟尘渐渐稀薄, 枪声炮声时密时息。 有的部队背着, 排着缴获的武器正在集合。 一队又一队的俘虏在我军战士的押送下前往指定地点集中。 医务人员正对重伤员进行急救, 对轻伤员进行包扎, 一片繁忙。 我们看到不少战士, 或一排排躺在地上。 或一排排靠墙而坐, 就地睡着了。 他们实在太疲劳了, 且站且追已是24小时以上没有休息了。 这些我们不知道姓名的战士, 各个都是为中国人民解放立下功劳的英雄。 敌人第七军, 第126军奉张干被俘前的指令。 向博白增援, 已进到博白东南山区及博白以南沙田须王帝庙一带。 并开始向我攻击, 企图解张干之为。 我们决心三个师全线出击, 前往维艰。 127师向六任一线敌人第七军攻击。 128师和129师协同向沙田须地区敌人第126军攻击。 上午7时, 雨敌打响, 在我四兵团。 15军配合下, 经过激烈战斗。 至下午15时将敌人大步歼灭, 一步向西南方向突围逃窜。 我们43军共歼敌5000余人。 大约上午10时左右, 陈庚兵团13军部队也赶到博白附近与我们会师。 第四兵团主力已向河浦方向追击。 我128师副师长李匹公律一个团也向北海市方向追击。 军、师指挥所与该团失去联络。 经过不太猛烈的战斗, 混乱不堪的张干兵团三个军大步被奸。 小步四散溃窜。 至此敌人第三、第十一兵团五个军的番号基本上被我歼灭。 敌人的南线攻势见鬼去了。 这是我军在广西战役的重大胜利。 张干第三兵团辖第七军、第48军、第126军共10万人左右。 其中第七军是桂系军队中的王牌。 是主力中的主力、精锐中的精锐,战斗力最强, 号称是钢军。 但经横宝战役我军给予歼灭性的打击之后, 重新编组补充的第七军业已经不如稀, 战斗力大为降低。 兵团司令官张干、广西桂林人, 自诩为桂林才子。 是李宗人、白重席指挥下的著名战将。 1937年曾任桂系第七军参谋长。 以后又任二十一级团军参谋长。 1938年任第七军军长。 1940年任第五战区玉厄晚边区游击总司令。 1943年任二十一级团军副总司令。 1946年任第三兵团司令官。 1948年任桂总白重席的副总司令兼第三兵团司令官。 自北伐战争开始至今二十余年。 据说其指挥作战胜多败少, 有胆有识,能闻能武。 我们与他接触很少, 是否如此,不敢肯定。 但根据恒保、广西两个战役, 他是一败再败,全军覆灭,自己被俘。 他在博白唱空城记, 可惜他的对手不是司马懿, 而是胆大包天的英勇善战的解放军。 结果是其兵团指挥首脑被消灭。 所属三军部队群龙无首, 退路又被我们切断, 岂有不全军覆灭的道理。 12月1日林彪,谭正。 肖克首长致电四十三军, 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我们的命令。 不惜疲劳迅速感到薄白。 殲灭了张干兵团部, 并将其本人俘虏。 使其兵团混乱, 我们表示甚大的谢意与高兴。 盼你们很好指导这样战斗。 协同我四兵团, 务必殲灭张干兵团的全部。 一、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军使第352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这个电报既是对我们的鼓励, 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五、追尖残敌。 12月2日二时, 林彪。 谭政, 萧克首长殿令。 一、 十兵团2日零时令四十六军自桥须, 跪县东南, 出发, 日夜兼程取捷径, 限四日至青州集结。 二、 四十三军之一二八师应及青庄强行军。 自选道路向青州集进, 四十三军主力可在先投师之后, 以较缓之速度跟进。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 第三百五十三页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后来我曾问过林彪, 歼灭张干兵团后, 为什么电令我们军主力以屡次行军速度向西追击? 林彪回答, 因为你们连战融线。 北流、玉林、博白, 我估计你们部队太疲劳了。 由此可见林彪考虑问题之细。 我们第四十三军接到电令后, 于当日十三时, 各师游线的出发。 一百二十八师为南路沿公管须, 纳利须向青州快速追击。 部队已进行了两个月的连续战斗。 相当疲劳, 但在追上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下。 顽强挺进, 以每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速度和南窥之敌赛跑。 军主力为北路, 一百二十七师在前。 军指挥所机关居中, 一百二十九师在后, 严复古须, 白石水须, 百劳须向青州以北大洞须前进。 前锋部队一百二十七师于六日在小董须一带。 歼灭敌人二千余人, 缴获汽车百余量。 切断了南宁, 青州公路干线。 即将向南逃窜敌人分割了南北两部分。 一百二十八师于七日子阿大四须歼迁迁迁远人。 一百二十九师和一百二十七师三百八十团八日进入十万大山。 在上司东至连楼, 龙楼地区歼迁四十六军一百八十八师二千余人。 我一百二十八师副师长李批公率领的一个团与师。 军师去联系后, 于十二月四日攻占北海市, 兼敌二千余人。 烧停后, 继续向青州前进, 于十二月七日与师主力靠拢联系。 由北向南合围的四爷主力一步。 先后占领横县和灵山, 将由东北方向逃来的敌一百二十五师全部歼灭。 又在灵山以西地区歼灭敌四十六军一步。 接着在小董须西北地区, 将敌第十兵团残部即委国防部直属部队残部歼灭, 伏敌万余明。 由北向南合围的四爷主力另一步。 占领南宁后, 沿宁钦公路南下。 在小董须西北之大唐须歼灭十一兵团残部及七十一军残部。 又于南小须歼灭五十六军一步。 至此岳桂边战役为歼战第二阶段乃告胜利结束。 我四十三军八日进到上司地区后, 奉命除一百二十九师及一百二十七师三百八师团继续向平祥方向追击逃敌外。 君主力在上司地区集结待命。 我军一百二十九师于十日在恩乐地区歼敌一千七百余人, 十二月十三日进到与越南接壤之爱殿。 将敌九十七军军部及敌三十三师。 第八十二师残部歼灭, 辅敌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以下五千余人。 敌约万人逃入越南。 兵团司令黄杰被法军软禁。 部队放下武器,集中宏击附近, 以后又转到越南最南端的副国岛。 三年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 法方同意全部遣送到台湾,这是后话。 十二月十九日, 我军一百二十八师自越贵边纵队的配合下解放战江。 歼敌一千余人。 由罗定到博白,由博白到镇南关。 西征月千里,渡过一道又一道的河流。 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岭。 克服国民党军残匪设置的重重阻拦。 忍受着日夜行军的极度疲劳。 战士们不知留下了多少汗水。 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但部队发扬了艰苦奋战。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体现了坚定不移的猛打穷追。 大胆挺进,快速维艰扫荡残敌的战斗决心。 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越贵边战役我43军获得歼敌34000人的辉煌战果。 解放战争中,我亲自指挥的三场战斗实属最为得意, 辽西战场为奸料要乡兵团为一次。 南下后率领43军在越贵边战役中全尖鲁道远、张干兵团又是一次。 这一仗在三天时间里,连续打掉敌人两个兵团司令部。 活捉张干,击毙胡若鱼,43军打出了四野主力部队的威风。 以大包围、大迂回和长距离追尖为特点的广西战役胜利结束。 历时40天。 共歼灭白重洗及于汉谋指挥下的五个兵团。 17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省及广东南路沿海地区。 这个伟大光辉的胜利,是由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大包围。 大迂回的英明战略指导。 四野首长的正确指挥,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作战。 密切协同,广大前方后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的结果。 12月18日,四野首长传令嘉奖岳贵边战役各参战部队的电文中指出, 我们在广西广东南路,夜已赢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不但对以后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 集队临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有重大意义。 又说,这次作战,我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与第四野战军各兵团协同甚为密切。 高度的表现团结有爱精神。 各作战部队在进行大的迂回包围和猛打穷追的行动中, 皆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战胜了大山。 河流、泥泞、饥饿和难以忍受的疲乏。 神速前进,使敌人闻风丧胆。 尽管他们狡猾并逃得那样快。 但始终无法逃出我军各部的包围圈,而于最后悉数被歼。